今天要介紹的是彈琴使用手腕的練習方法 就是我們在彈琴的時候經常會使用到手腕的技巧 像這樣子 然後利用手腕一個下上的動作 來造成我們所需要的一些效果 那兩個音是這樣子 那三個音一樣 那這樣子的彈奏方式 就是在每個曲子裡面幾乎都是最主要的 而且可能也是使用頻率最高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練習的方法 我們總不可能說看到一個曲子 看到的時候才去研究說怎麼使用手腕的動作 那我這裡提出的方法是我自己以前使用過 那我覺得可以很短的時間之內 讓自己的身體可以很快的記得使用手腕的感覺 然後慢慢的把這種動作變成了一種本能 那當這個練習熟練了以後 它所帶來的好處就是音色上改進 就是說我們不會彈出這種音色 而會彈出或者是這樣子的音色 而不會讓聲音非常的僵硬 所以這個練習它最主要就是改善 第一個是改善讓我們知道怎麼運用手腕 第二個是讓我們可以彈出的音色比較好聽 不管是圓滑奏或端奏 那這個練習其實非常簡單的就是一次兩個音 然後 就這樣 就這樣什麼調性都可以 譬如說E大調好了 好 那這樣子練習它的重點有幾個 第一個重點是我們第一根是整個drop下去 就是說整個掉下去 利用手這樣自然落下的一個力量 並不需要額外的加一個動作 譬如說我們不需要這樣 只要這樣子的聲音太硬了 譬如說 對 多這個動作會讓聲音變得比較僵硬 可是其實自然drop下去的聲音 會比較自然一點 好 第二件事情是當我們drop下去以後 然後我們的手腕會先動 然後我們的手指再彈 這兩個不是一起發生 就是說 並不是 手腕動的同時 手指彈 這樣子彈你會發現說 OK你動作有做 可是你沒有辦法做漸弱 原因是因為你這樣drop下去的時候 手腕的位置太低 所以當你手指要彈的時候 這個接觸面太深了 這個觸見的音色太深 會造成說 會有一種被刺到的感覺 不是這樣的 而是把動作要分成兩步 首先drop下去 然後手腕起來 然後手指再彈 那指法可以用一二一三 一四一五 或二三二四二五 隨便任何指法 或是二三 對 然後可以轉到各種不同的調形 所以它的原則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手腕下去 然後手腕先起來 然後可能起來一個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然後手指再彈 好這是第二件 第三件事情 手指彈的時候 並不是單純的往下彈 你知道我們這個 弦如果彈下去的時候 那邊的支音器 它會離開琴弦 當我們放開這個琴弦的時候 支音器會去把琴弦壓住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需求 我們要怎麼樣讓聲音聽起來 音色比較圓潤 有一個方法是 我們要延長手指離開琴弦的時間 也就是說 我的手指並不是這樣子就離開琴弦 而是 這樣子慢慢的離開琴弦 可是實際上彈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能這樣子 慢慢的離開琴弦 那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們琴弦起來就起來嘛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些方式 來稍微的加強我們離開琴弦的時間 比方說像這樣子 我們的手指有點像這樣掃過去 這是很多鋼弦家常做的比喻 就是說我們的手指向了抹布 然後我們在上面插琴弦 像這樣插過來 所以結合剛才動作 它看起來有點像 有看我手指有一個掃過來的動作 這個動作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它會延長 像手指頭低開琴弦的時間 我本來是這樣就起來嘛 可是如果我用掃的動作的話 它會讓我起來的時間 稍微延長一點 換句話說 當我在彈很短的斷奏的時候 我不會發生這種聲音 這種聲音太刺耳了 相反的而是 即使它聲音很短 但是它後面會有一點點的回音 所以它聽起來不會很刺耳 這個方法用在巴哈的作品裡面 是一個相當常見 就是說我們知道巴哈的作品 有時候需要彈斷奏 所以OK 譬如說它的兩聲部串曲 第一首我們開頭可能是彈 那有些人它可能喜歡彈全部斷奏 所以我們可能會彈 如果有注意到我的動作 會發現我幾乎每個動作 譬如說我現在彈 如果做慢動作是這樣子 幾乎都是這樣子 就是把動作做得誇張一點 其實它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方式在我們處理巴哈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是相當常見的一種處理手法 因為它的作品很多都會要求斷奏 比如說我們彈個Gabot 我其實生活很多音我彈得很短 甚至我可以更短一點 像這樣子彈 如果我的手指沒有這種掃的動作 出來音色會變成 這個聲音不好聽 我們比較喜歡的聲音是 所以出來應該是 所以可以注意到我手指有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怎麼練 就是我們天天練習像這樣子的東西 Drop 掉下去 手彎起來 掃手指 三個動作 那 最後一件事情是 我們起來的時候 其實因為 我們在這個動作 我們需要放鬆我們的手 也就是說我們彈琴的時候 我們多少會施力 我們一定要把握時間 來讓我們的手休息 所以當我的手起來的時候 會發現到 我的手是呈現一種很自然的狀態 就是說我什麼力氣都沒有施力 因為我們的手不可能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的話 手腕這裡一定要施力的 所以它完全放鬆是這個樣子 所以當我們在彈的時候 我們練習方法是這樣子 然後可能會停很久 檢查自己是不是完全的放鬆 手指頭是不是放鬆 不要 像這樣子是沒放鬆的 或者是 像這樣子 這是很刻意做出來 但是它沒有放鬆 所以要注意的事情很多 那我會建議一開始練的時候 是怎麼練的 一次兩個音 那一次兩個音 它有一個重點是 起來的時候 注意這裡有沒有放鬆 好 起來的時候手都可以放鬆 接下來下一個步驟 就是注意我剛剛說的 使 使 使 就是食指這樣掃起來 那二三一樣 那上行一樣 都是下上然後一個掃 一個要下去的動作 一個掃過來的動作 然後這是第二步 第三步是把手腕的動作加進去 起來上 起來上 一開始的時候 會 會停很久 來確定自己手腕已經起來一點點 然後再彈 因為一開始 不習慣這個動作 常常會變成 手腕起來太高 然後沒有地方可以彈琴 所以這個需要習慣 然後時間會越來越短 就是說一開始可能是練習 然後手腕動作又一塊 然後再快 還是這樣 所以它實際上練習方法在list 它其實它有出一本類似手指練習曲 結果跟哈龍有點像手指練習曲 那這個練習是裡面的一部分 那如果有譜的話 它裡面有這樣子的一個練習 就是先用二一的指法 然後是三二 然後是四三 然後是五四 那其實是隨意跳任何兩個手指頭 我以前自己是隨便跳兩個手指頭 然後就看那天心情是什麼 然後十二個調性都走過 所以它會變成 先是C大調 然後雙手平行六度 到底整理轉A小調的旋律環節 到底整理轉A小調的旋律環節 然後這裡轉F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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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你也可以譬如說我C大調彈 然後我就直接彈譬如說彈 彈往下彈 然後彈到L下調 然後C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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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彈降低大調 所以是 然後可能我二一不要 我就換三二指法 類似這樣子 那你剛看的時候發現我動作做很小 那是因為如果你練得很熟 當然我的動作都只有這麼小 那如果還不熟的時候 動作其實都會比較大一點 那這個動作對於彈巴哈的作品會有絕對的幫助 因為巴哈作品我剛強調 它有相當相當多的短奏 所以如果說聲音太 就是說這個觸見沒有這種掃的動作 它聲音會太直接 譬如說它的第三套英國族曲 最後的一個GIG 那 這是它的主題 所以這種GIG 常常它會只用斷奏 或者是所謂Nanlegado的觸見 所以如果我的手指完全沒有動作的話 就是說直上直下 這個聲音聽起來太堅硬 那如果說我可以加上一點點這種掃的動作 那事實上比如說像巴哈的法國族曲 第五號的GIG一樣 如果我都沒有手指動作 這種聲音非常不好聽 那事實上如果我可以加一點點手指的動作的話 這聲音比較好聽 所以我現在比較一個八度以內的音階來看看 如果說完全就是手指上直下 但如果我有一個掃的動作 它的聲音會比較好聽 那這個方法一般來講我覺得值得練習 而且每天可以花個十分鐘二十分鐘 那比如說我們有不同的大調 有不同的小調 那這些調性可能 比如說今天練六個 明天練六個 或者是今天練一二二三三四的指法 明天練四五三五二五之類 就是反正就隨便選 那每天練 那我自己的經驗以及教學生的經驗 通常大概在練習三個月以後 音色會有很明顯的改善